上禮拜呢,我們講到中央極限定理 那中央極限定理基本上他所說的就一件事而已 平均數,樣本的平均數會趨近於常態分布 那樣本的平均數會趨近於常態分布是有條件的 不是隨便都可以 譬如說如果你用那個連續五天的天氣溫度 他會不會趨近的常態分布 不會,因為或者是連續二十天 因為那個連續之間是有前或是有關聯性的 今天很熱,譬如說今天抽樣的時候是夏天 你明天抽樣不會突然變冬天 所以他前後是有關聯性 所以這時候你就不能夠用中央極限定 中央極限定理只能夠在樣本和樣本之間是獨立的 但是最好加上來自同一個母體 不過這要看你界定的母體是什麼東西 所以其實大部分只要是獨立的就可以了 因為母體總是可以變冬天氣溫度 而且你抽樣的時候要用隨機的 隨機的抽樣方式 這樣樣本才會獨立的 今天我們要來看的就越來越偏統計 有了中央極限定理之後 我們就真的進入同系的世界 那我們這學期大概不會講到很多人 我們最多大概講到這個回歸分析就結束了 最多最多代表成分分析就結束了 那所以我們接下來大概只剩幾週的時間 三四週的時間 我們大概每週會講一張 所以今天的進度大概是把平均值的估計和檢定講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看的是平均值的估計和檢定 那平均值的估計和檢定要依賴的也就是中央極限定 因為既然這些平均值會趨向常態分布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用常態分布來做平均值的估計和檢定 但是沒有那麼簡單 在母體的標準差異之的情況之下 我們才可以這樣做 才可以用常態分布來做檢定 在母體的標準差異之的情況之下 我們必須要把常態分布稍微修改一下 變成一個叫做T分布的東西 這個T分布會考慮變異數的自由度 然後才可以用來做檢定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 什麼叫做平均值的估計和檢定 第一個就是平均值s bar 就是n分次s1加sn 加入s1到s2是n個獨立的樣本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s bar的趨向於常態分布 n mean sd over n sd就是那個標準差 min就是平均值 OK 那我們在數學上經常寫成mu min經常寫成mu 那sd經常寫成小寫的sigma OK 那這是一樣的意思 那換句話說呢 如果我們把這個常態分布再正規化了 就是讓s bar減掉min 這樣子就把他的 把他的中心從min移回0 OK 減掉min之後會移回0 再除以根號韌跟sd 再除以根號跟sd 再除以根號跟sd 那這時候他就會變成是 真正的常態分布 這裡恐怕少了一個根號韌 這裡恐怕少了一個根號韌 OK 就是沒有 忘記寫根號 好 所以有了這種背景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了解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叫做信賴區間 那什麼是信賴區間呢? 對於一個機率分佈 S而言的話 那如果它的機率密度還數是PS 那如果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區間一個範圍 L1小一等於S小一等於L2 這樣的一個範圍 這個區間裡面的機率總和 如果是離散的情況可以寫成這樣子 連續的情況可以寫成積分 那如果是機率分佈的話 這個4的總和一定借在0到1之間 對吧因為是機率不可能大於1 也不能小1 那如果 這個總和是β 那個區間就稱為一個機率值β的信賴區間 OK 那通常我們不寫β 我們會寫β等於1-R 所以那個區間就稱為 100 那這個概念這樣寫成數學恐怕很多同學可能 例子是懂非懂 我們來看 用實際的例子看 這邊我們有個圖 這個圖是這幾個指令做出來 那這是一個常態分佈 D norm D norm 而且是標準常態分佈 所以我們沒有下 參數 D norm D norm from-3 to-3 from-3 所以它會從 3化到3 那這是一個標準常態分佈的線型 我們想要找 新代區間 其實 我們可以看看它的 P norm 和Q norm P norm就是累積 密度函數 累積分佈函數 所以它會從 戶3一直到這邊把這個積分起來 積分 積分到 零點的話 那它就是這邊 0.5 OK 就剛好一半 所以這個 這個曲線是這個的積分式 那Q norm呢 不太一樣 是說 Q norm是指 它的 它的 百分比 就是我積到這一點的時候 我佔的 比例 OK 那 那個 R norm是指 隨機抽樣 隨機抽樣 R norm如果我抽一萬個樣本 那我去 畫它的意思軌 就是 統計 次數統計 那就會變這樣 那這個R norm的樣子 樣子 不一定 因為看你抽樣 抽到的 機會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對於 均等分布而言 標準的均等分布會長 這個樣子 那如果它的 P Punif 就是累積的話呢 你會看到 從這一點 0.0開始 它會往上升 對不對 會累積的面積 而且是線性的 一路積到 1這一點 就 滿了 就變成 1了 然後 就變成水平 這個是 uniform distribution 就是均等分布 那這時候我們如果用 Qunif 那 它呢 會 一開始是0 然後 一直累積累積到 1.0 它所對應的那個 那個 點 值 是寫在這裡 累積到1.0 對應的點值 在這裡 所以當然1.0的時候 對應的是1 那0.0的時候對應的是0 這是 Qunif 那如果我用 用那個 Runif 隨機產生樣本 那它會是一個 基本上蠻平的 但是還是會有點落差 這就是它的隨機性 所以呢 如果我們想要找 所謂信賴區間 信賴區間 信賴區間 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 常態分布 才可以找信賴區間 任何分布都可以找信賴區間 那 舉個例子 我們對均等分布 就是這個東西找信賴區間 如果我們今天對一個均等分布 找信賴區間 而且這個均等分布 是從 0 到 10 這個均等分布 要找它的信賴區間 我們用 punif p是什麼呢 累積 累積 累積到哪裡 累積到9這一點 這樣它 所得到的機率值應該多少 0.9 因為我從0到10 這個均等分布從0到10 那每一點的機率密度 其實都是 10分之1 對 那10分之1 的話 你從0 激到9 那就是 10分之9 0.9 OK 同樣子 如果我今天呢 只激到1 那就是0.1 OK 那 如果我今天呢 是從 1 激到9 那就是 0.9 減0.1 那就是0.8 所以呢 19 這一個區間 是 這一個 0到10的均等分布的 機率分布的 百分之80 現在的區間 這樣可以理解嗎 1到9這個區間 是 1到9的區間 是 0到10 1到9的區間 是0到10 這個均等分布的 80 現在的區間 這應該很合理嘛 1到9 9減18 周邊 10減0 10 10分之8 0.8 但是 我們通常不會去算任何 就是不會去算相均等分布這種的信賴區間 因為這樣 用途好像不大 我們會做一些 估計 那這些估計的信賴區間 才是我們想要知道的 所以 根據中央極限定理 在樣本數 夠多的情況之下 平均 10sbar 會趨近於 常態分布 所以我們常常用常態分布來算信賴區間 是這個原因 那我們來看一下 常態分布的信賴區間 如果你已經知道某個模體是常態分布 那它的平均值呢 是min 標準差是sd 那我用這個模體 來產生一些樣 這樣有多少的樣本 會落在 L1 L2 之外 這個信賴區間是L1 L2 那有多少的樣本會落在L1 L2之外 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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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直接來看個例子好了 假如我用的是標準常態分布 那請問有多少的樣本會落在L2 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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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499 OK OK 那在負二以下的是多少呢 在負二以下的是L1 你會發現L1是0.0227 L1 699 0213 那 其實因為標準差是1 所以事實上呢 L1和L2 這個就是兩個標準差 那標準差是1嘛 所以其實是兩個標準差 那你寫L2-L1 會是0.9544997 這個呢 就會變成 95.45% 95.45%的新来区间 也就是说从负二到二的 那个范围 其实是95.45%的新来区间 那如果你真的要算到95% 那应该是非常接近 可能比负二再大一点点 然后比负二再小一点点 可能是1.97之类的 负1.997到正1.997之间 就会是95.98的新来区间 那如果今天不是标准常态分布 那我们要算它的区间的几率 那我们怎么算呢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边说T-norm6min等于5sd等于3 这在算什么呢 就是说有一个常态分布 但是不是标准的常态分布 是一般的常态分布 它的平均值在5 然后标准X是3 这种常态分布 平均值在5标准X是3 它当然就不是标准常态分布 因为标准常态分布是平均值0 标准X1的 那这种平均值5标准X是3 我们想知道它样本 落在3到6之间的几率有多少 我们怎么算呢 我们用R去做P-norm6 这样它会累积到6的面积 再算P-norm3 那它会算累积到3的面积 累积到6的面积 减掉累积到3的面积 那就是3到6之间的面积 3到6之间的面积 就是L2-L1 L2-L1是多少呢 是0.3780 所以在3到6之间的几率 就是0.3780661 那也就是这只是37%的信贷时间 37.8 所以这样就太低了 37.8%的信贷时间 也就是说落在外面的机会有60几 那就真的很低 就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什么事情 那如果到95%以上 那我们就会觉得比较确定 那如果你放到99%以上 那你就非常确定 OK 所以呢 如果我们真的用N mean等于5s1等于3 去产生样本 那结果不一定完全就是会37.8% 但是会非常接近 而且样本数越多的话呢 就会越接近 这边看个例子 这边看个例子 s等于r等到10 就产生10个样本 min等于5 就是平均值是5 标准差是3 那这样产生出来的10个样本 这是产生出来的样本分别 那3小于s它会传为一个true force的阵定 因为这是判断 判断的话会传为一个true force的阵定 就说这些大于3的呢 就3小于s会是true 那小于3的3小于s就会是false OK 同样的s小于6也会产生一个这样的阵定 true force 那3小于s n的s小于6也是一样一个true force的阵定 如果把这些加起来 true会被当成1 force会被当成0 加起来结果你会发现总共10个样本里面 有3个是借在3到6之间 哪3个 3到6之间的是这一个对 这一个 这三个 直接在3到6之间 其他都在3到6以外 OK 所以它的总额是3个 所以几率 在这个区间里面的几率 抽样几率是0.3 好 那如果我改用100个样本 100个样本我就不太方便把它印出来 印出来 大家也看不太清楚 抽100个样本 那结果呢 我们发现3到6之间有34个 所以是0.34 我如果抽10万个样本呢 我发现3到6之间有3万几千865个 所以它的几率是0.3786 那我们刚刚说这个 这个常态分布在3到6之间 应该是多少 0.3780661 跟这个0.3786 是不是非常接近 所以根据大数法则 其实你抽越多 它通常就会有越接近母体的分布 就没错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大致上 就反映出了上礼拜所说的大数法则的原则 那假如呢 我们今天想要求的东西 不是一个固定的区间 比如说3到6 或-2到2 我们想要求的一个区间是说 我就是要98%的信赖区间 那请问我范围应该去哪里到哪里 这时候你用R轮理去操作 用R轮理去操作 我们就可以用 一样 就是我要98%的信赖区间 如果把这个落在之外的部分 是取两边 结成同样均等的两个部分 那也就是说呢 我左边可以放1% 右边放1% 左边放1%的话 我就是L1 就等Q0.01 就是1% 然后平均指数 SD 标准差是3 那你会发现L1是-1.979 那第二个区间 我就是右边放一排 就是1-0.01 就是0.99 那这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 它是L2是11.979 好 那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 倒过来取 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取Pnone L1 那既然它是0.01所产生的那个积分 那 Pnone L1 积出来 当然就是0.01 OK 那L2呢 当然积出来就是0.99 那我的信赖区间就找到了就是 我 这个0.99-0.01 就是0.98 0.98 0.98不就是98%信赖区间吗 好 所以 意思就是在-1.979到11.979之间 这边是这个常态分布n min等于sd等于3的98%信赖区间 好 那 所以这个方式就是倒过来 我先给定几率 我用Qlong去找出那个积分值刚好是98%的范围 然后 然后 再找出上下计 好 OK 那 这里 我们去 去把它分配到两端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 然后找出累积几率 那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母体 产生 例如说10万个样本 那 而且让它呢 测试一下它 这个样本 如果在这个信赖区间 98%信赖区间里面的机会 那就是我把它的加总 除以 样本数 那 以10万个样本而言 我这边做出来是0.9812 跟98%信赖区间非常接近 对 但你每次做会不太一样 好 因为这是随机性 每次做会不太一样 好 所以 这里我们今天第一个要讲的就是信赖区间的案例 好 信赖区间的概念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操作一遍 好 来操作一遍 好 好 我们先用这个 好 我们来操作一下 好 各位 PAR 这一个使命 它的意思是说我要画一张图 这个图呢 是2乘2的格子 也就是说会有四张 安排在整张图里面 所以你看到我下下去之后 它会跑出一个这个方框 代表说我接下来要画图 然后呢 我们再用CURB 这样的词音来画图 好 那因为那被挡到 所以我把它稍微放一下 被挡到 好 好 OK 你可以看到它画出第一张图 OK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下课 PENON PENON就是累积 累积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图 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把它弄起来 好 OK 这样看得很清楚 好 接下来呢 CURB QNON QNON 所以它范围应该是在哪里 好 好 0.01到 0.5 你会看到 QNON 很像这个样子 那 接下来看 好 Instagram 一万个点 的 恩赴 OK 是Instagram 也就是说 这是常态恩赴 那当然抽样出来 应该也就跟这个比较 OK OK 这是累积的 这是另外一种累积 这是从基率值 反对 好 这个应该叫分位数 应该叫分位数 这是累积密度函数 这个是分位数 等密度函数 好 OK 那 所以 我们 这一个 实验 是在做 常态分布的特性的描述 常态分布 接下来来看一下 均等分布 如果这样的话 我先把这个弄掉 我一样 PAR 然后呢 2 D UNIF -1 到2 其实到1 也可以 但是 到2的原因 是因为 这样才可以看到它降下 降下 OK 接下来 TUNIF 可以看到这边是 组件的 积分上去 可以看到 QUMIF 从0.01 到0.09 0.99 可以看到 一路积上去 那 再来是 那 再来是 RUNIF 就是谁去 抽一样 有几个呢 抽一万肯 等一下 RUNIF 打错了 打错了 不是用CAR 打错了 D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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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这个 在0到1 4千 就是这一块 够在这一块 好 那 接下来呢 我们再操作一下 这个 我现在 想知道 从1到9的 占的百分比 所以呢 我们把它 我们把它操作完 再下 L2 L2 这里边缺 那接下来呢 那 L1 L1 是0.1 L2 缺 L1 就是0.8 就是 也就是说 在1到9 之间的均等分布 是在0到10 之间均等分布的 9 80% 现在的区间 那常态分布的 现在的区间 这个对我们来讲 比较重要一点 这个对我们来讲 我们一样可以用 这个 你们看到L2 是0.97724 然后这是两个 从2 2的那个 2的那个累积 分布函数 那这边是 不2的 累积分布函数 那两个相减 大概就是 5.9545 左右 0.9545 那 如果 用1.0去减这个 那这个就是会落在这个区间以外的机会 那 那 所以信赖区间的落在区间里面的机会 那个叫做百分之几的其他区间 就是落在这个区间里面的机会有百分之几 那落在这个区间里面的机会有百分之几 那落在这个区间里面的机会有百分之几 那它的区间当然就不太一样 不是标准的常态分布 像我们想知道三到六之间的 的几率 那我就可以 这样算了 OK 所以三到六之间 在这种不标准的常态分布 底下 它的几率是 点点三七八 我们画一下 就会知道 可以 这里不会定 OK 这是Curve Pinot 我画成Pinot 我应该画 应该画Binot 可以看到,從3,3大概在這裡,對上去 然後到6,也就是這一區 從這一區到這一區,其實很小 所以它的機率只有37.8%之類 因為這3到6很小 那如果我們希望它能夠機率高一點 其實,所以說我從0,取到10,那機會就會到1度 我們這一次 L2等於 從0,取到10的話,10會是0.952 那 0的話呢,會是多少的 0.047 所以L2,減掉L1,會是90%的現在區間 OK 那,所以如果我們去隨機抽樣出樣本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範例 隨機抽樣,10個樣本 你可以把S印出來 那我們可以看 3小S,等於S,小6,等於有幾個 這樣看不出來對不對? 1個,因為你知道處、處、處、處 3個處 所以其實是3個 那我們把它上起來一下 是3 那如果除以原本的10個 那就是0.3 所以我們可以設一個N N等於10 好 那我就用剛剛的那個 去產生S等於RN N 然後呢 去做計算的動作 除以N 0.3 OK 如果我今天呢 取N等於100 OK 然後一樣我 S等於RN 這時候就100個樣本 然後我去計算 然後去計算 這一個 0.42 那 再來 如果等於10萬 10萬 OK 這是10萬 然後呢 S等於這個 然後 上 0.376 1% 好 那這個總共 真正的機會 應該是 0.378 0661 那我們去到 0.37618 10萬的樣本 其實已經算滿準 已經算滿準 10萬個樣本 應該是 378 661 那我們去 10萬個樣本 結果是 0.37618 已經非常接近 好 所以這就 非常符合我們 所謂的大數法則 大數法則 平均值會 居向於那個母體的 平均數法 好 那如果你反過來想知道說 OK 我 我對某個區間 我想知道 百分之九十八信賴區間 該怎麼取 該怎麼取 這時候你可以用 QNO Q這個字首 所以 我們如果用 Q這個字首 可以來取說 累積到0.01 百分之一的 那個點在哪裡 那我發現 以這個例子 累積到0.01的時候 是-1.979 那 累積到0.99是多少呢 累積到0.99的機率時候 是-11.979 那這時候呢 我們去看 往前 你打錯了 出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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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東西 該怎麼結束呢 OK 再大概給這邊 就結束了 因為 因為這個符號在哪裡 這邊應該就是 1 對 OK 好 那 P1 我們現在是要看 P1 這叫什麼 那是0.01 P2 如果我用 P2等於這個 L2 那P2當然就會是0.99 因為我們就是這樣取出來 0.01 0.99 所以當然就帶過來 那 所以 P2 減掉 P1 那就是 0.98 那 這就是我們 刻意想要取一個範圍 讓它符合 百分之多少的信譚訊欠 就可以這樣做 所以我們請各位先 試著去把這前面的這種操作 操作一下 了解一下 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好 那之後我們再繼續來看 簡定的內容